你好,欢迎来到高爽天文学前沿报告,我是高爽 这一件我要向你汇报一下火星探索的新消息 2021年10月,美国伊利号火星探测器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 宣布了火星探测的成果 不到一个月之后,中国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科研团队 在科学期刊伊卡洛斯发表论文,也发布了独立的探测成果 这两个团队证明了火星上储藏着丰富的水 而且这次探测还为人类移民火星埋下了可能性 火星是目前人类找到的跟地球环境最接近的星球 不仅大小尺寸和地球是同一个量级 而且也像地球一样属于岩石结构的行星 火星甚至还有大气层 由于火星和地球很像 所以它一度成为人类幻想外星移民的目的地 就连科学家在火星进行探查的时候 也会把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作为一项重要的探查任务 比如火星有没有水 有没有供人类呼吸的氧气 有没有可能改善火星的环境 让它变得适合人类居住 可以说人类对于火星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 到目前为止 世界各国相继发射了50多次探测器前往火星 其中有20多次探测任务都取得了成功 那么这次中美两国的火星探测 是怎么证明火星储藏着丰富的水的呢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哪些新发现呢 下面我就来给你讲一讲 我们先说中国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天问一号进入火星的轨道后 先是环绕火星飞行 接着分离出了携带火星车的着陆器 在选定好的位置上降落 降落后的着陆器再放出驻荣号火星车 由火星车对火星的表面进行巡视探测 值得一提的是 驻荣号火星车的着陆位置非常讲究 选在了火星北半球的乌托邦平原 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有两个好处 一是这片区域地形比较简单 着陆的成功率高 也更容易探测 二是因为这里可能是过去火星上的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 研究这里的地质结构 不仅有机会了解火星的陆地特征 而且还有机会了解过去火星上海洋的特征 当然了 光找对了地方还不够 要在火星表面进行探测 离不开强有力的科研仪器 驻荣号火星车 除了配备常规的仪器 比如说什么照相机 风速剂 温度剂和红外线成像仪等等 还装备了一种新一技 中文名叫次表层探测雷达 这个雷达的名字有点拗口 其实工作原理和其他的雷达差不多 只是探测功能更强大 它利用专门的雷达回升技术 可以探测地面下 有没有藏着特殊材质的东西 这是人类第一次在火星上使用这项技术 过去的探测 主要集中在火星的表面 火星车只能走马宽花 但装备了次表层雷达 就可以透视地面以下的结构 如果地面以下是岩石和土壤 它可以看到几十米的深度 如果地面以下是水和冰 它可以看到上百米的深度 装备了次表层探测雷达 火星车能探测到的信息 就有了质的突破 依靠这件新装备 柱绒号火星车 发现了火星地下有沉积的泥沙结构 还发现岩石中富含结晶体 这不仅意味着 在过去火星的表面有大量的水 还意味着 现在的火星地表下 依然储藏着丰富的水 中国的天文一号 首次探测火星 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发现了火星上储藏着丰富的水 而且这个发现并不是一家之言 美国的伊犁号 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伊犁号没有环绕火星飞行 而是直接降落在了一个陨石坑里 根据之前的研究 这座陨石坑 形成于36亿年前 直径接近50公里 相当于北京的六环路包围的范围 根据估计 这座陨石坑四周相对封闭 如果火星表面曾经存在大量的水 它很可能被水填满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湖泊 所以分析这里的样本 就有可能找到湖泊的痕迹 伊犁号火星车 也装备了次表层雷达 而且它还携带了一架无人飞机 不仅如此 它还有一个能敲碎岩石的机械臂 这些设备对于火星探测来说 可谓是如虎添翼 在无人机的协助下 伊犁号探测的结果显示 它降落的陨石坑 过去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地球上湖泊的各种特征 比如沙洲 河口和沉积的泥沙 在这里都能找到 科学家还推断出 这个湖泊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平静 但在最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气候变化 导致了湖水猛涨 洪水泛滥 你看 中美两国的火星车 虽然降落在了不同的地方 但是 他们的探测结论却非常类似 都证明了火星上有水 这里我插一句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中美两国的火星探测器 竟然会同时飞到火星工作呢 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 同时工作的还不止他们俩 阿联酋发射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 此刻也正在绕着火星飞行 为什么大家要扎堆去火星呢 当然不是为了凑热闹 而是因为地球到火星的距离太过遥远 想尽快赶到火星又节省燃料 就必须选择最佳的发射窗口期 这样航行的总路程才会最短 一般来说 去往火星的发射窗口期 每两年多才会出现一次 2020年的七八月份就是一次窗口期 所以阿联酋 中国和美国才会不约而同的 选在这个时候发射 三个国家的火星探测器 沿着差不多相同的路线 耗时半年 在2021年的年初赶到了火星 但是与中美两国的探测器不同 阿联酋的希望号并没有着陆 而是选择环绕火星 从外围进行观察 所以我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我们说回美国的毅力号火星车 它着陆后 除了巡视探测 还利用机械臂 采集了火星的岩石 土壤和空气样本 封装在容器里 这是为了等待未来的火星探测器 取回这些样本 让地球上的科研人员 能更仔细的研究火星上的物质 不仅如此 毅力号火星车 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使命 它要尝试在火星上制造氧气 这可不是小事啊 我们前面说过 火星上是有水的 水是人类长期生存 必不可少的资源 虽然火星上的水 主要储存在地表下面 但总是有办法获取的 可是 如果不能在火星上制造氧气 那么即便到处都是 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人类也没办法在火星上生存 也就是说呀 一粒号的试验 直接关系到火星移民 是不是可行 你要知道 火星上的大气 比地球稀薄很多 而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人类在火星上 根本无法呼吸 但是 要把大量的氧气从地球带到火星去 既不划算 也不可持续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 能直接在火星上制造氧气 你一定已经想到了 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会利用二氧化碳制造氧气 这是成本最低 也最可持续的 获取氧气的方式 但是 原水解不了尽可呀 想要在火星上大量栽种植物 就得先有一部分人移民到火星 而要让早期移民 到了火星能够呼吸 只能派机器人提前去火星 就地取材 制造氧气 而易立号就肩负着造氧先头兵的使命 他要先试试 能不能在火星上制造少量的氧气 为将来更大规模的造氧计划探探路 听到这里 你一定想知道 易立号到底成功了没有 我很想卖个关子 但我还是告诉你吧 他成功了 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易立号火星车上携带了一台特殊的小设备 个头不大 尺寸相当于一台家用微波炉 它的功能是收集火星上的二氧化碳 然后用自带的电池放电 把二氧化碳分解成氧气和一氧化碳 这台设备 在2021年4月 首次实验取得了成功 工作一个小时 转化了5.37克氧气 这个成果 相当于一位宇航员呼吸10分钟的耗氧量 是人类首次在别的星球上 就地取材 创造出了生存资源 这台设备 在未来两年内 还会再做9次实验 逐渐扩大制氧量 如果计划的9次实验全都能成功 美国宇航局 下一步就计划把一个 200倍放大版的实验装置 和配套的大电池送到火星 到时候 这台大号装置 每小时可以转化2000克的氧气 这个量 相当于两名宇航员 一天的呼吸用量 完全能够支持 未来早期移民 在火星呼吸的需要 你看 2021年 人类对火星的探索 已经在为将来的星际移民 做准备了 我们预计 15到20年之内 人类就有可能登上火星 过去认为的科学幻想 在2035年左右 就会变成现实 想想 还真有点小激动 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赶着发射窗口期 中国 美国和阿联酋的探测器 扎堆飞往火星 并对火星 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第二 祝容号和毅力号火星车 选择了不同的着陆地点 但都依靠新装备 探测出了火星上有谁 第三 毅力号在火星上成功制造了少量的氧气 为人类未来能够移民火星 埋下了可能性 好 这里是高爽天文学前沿报告 我是高爽 我们下一讲再见